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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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龙新爵 如今呼心灵已重回你体内 你自然最适合修行龙的功法 那幽冥父 莫要再练了 那幽冥父练着疼 没有你的功法顺手 我现在在修龙的功法 那是不是也算你的传人 那吃雁龙牙会替我使唤吗 嗯 嗯 那试试 嗯 试试 他要是打我 你得抓住了啊 放心 他不会打你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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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 剑日如雪 剑势如风 这当真是一把好剑哪 你要是用着顺手 拿着用便是 嗯 我就是图个新鲜 还是你用着好 我呢 路边的树枝 河边的石头 都能捡来当武器 哎 这怎么会是 兴许是 你把他比作了石头和树枝 他不开心了 他怎么这么小气啊 哦 对了 幻冥咒还在我体内吗 白小生的一件及时 幻冥咒 尚未被完全触发 应该还在你的尸海中 我要解除幻冥咒 为何 我虽贪生怕死 但我也不愿他人 为了我的生死 承担责任 更何况 我还喜欢你 幻冥咒一旦被种下了 便再无解放 你若是忧心我 好好保护自己便是 可我是人 终究是血肉之躯 收命也有限 你把命放我这儿 不就白白浪费了 莫要小看自己了 去你的尸海看看 这是我的尸海 嗯 我这怎么也算得上是 玄门七姓弟子的级别了吧 胡心灵之力理当如此 你若稍加修炼 抵玄门宗室之景 也并非难识 胡心灵不过灵甲一片 为何如此厉害 胡心灵不仅是我的一片灵甲 她 还是我的内丹 你的内丹 你的内丹怎么会在外面啊 当年 苏颖意图娶我胡心灵之时 还有一位神灵人 妖龙一重伤 快 后林取丹 我虽然能看清她的容貌 但我确知她是为了取我内丹而来 为了不让她和素颖搭成目的 我将丹林合一 击开出去 所以这样一来 两边都得不到她们想要的东西 反而会反目成仇 妙啊 等等 所以 你的内丹在我体内 和胡心灵融为了一体 再加上幻命咒 那这样一来 你的内丹 岂不是也拿不回去了 内丹修行千年 还会有的 一千年呢 一千年 不一定再能遇到你 那我岂不是要更加起早贪黑 勤学苦变 才能担起我身上的这两条命啊 那 有劳你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既然我的石海本可以如此广阔 那之前 在我体内封印护心灵的悬门宗师 到底是谁 或许 是你的师父 凌霄真人 我之前也想过可能是他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啊 或许是他担心你太年幼 未免你招人寄屈 才隐藏你胡心灵的力量 没想到 你还会帮他说话 那日在龙谷寻不到你 他与我一样担心 燕灰呢 你知道他出事了 难道 胡心灵的封印 你偷了他的灵 若知如此 那他赶我下山 莫不是另有隐情 他现在在哪儿 那日之后 再未听闻他的消息 看起来这迷雾森林里的墓碑又多了一些 我上次来这儿是在哪儿时的法 我的入口呢 找到你了 找到你了 先用尹端封筑入口 隔断福音和长蓝的联系 我也要回争取时间 再想办法破坏掉这个入口吧 国主 昨日我离开银月牙 在黑河园外 收到一些花宝消息 但是 仙哥 先别揍览枕脚 好 大国主 仙哥 你们怎么来了 仙哥 我有一事想问你 仙哥 你说 您可知林霄之人的下落 最后一次有他的消息 是在迷雾森林附近 迷雾森林 对 那是很久以前了 可否让凤千硕 再用花围打听一下 我正欲跟国主禀报此事 千硕已经很久没有回我消息了 怕是 被长蓝发现了 那 那不得赶紧回去 去啊 确实不宜再等 对 我们现在立刻出发 好 泰国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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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头在说什么呀 这沿线是瘋魔吧 每天能拉着人也不说话 而且还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手里还总是举着一副空白条 快点快点快点 泰国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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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迷 泰国 rich河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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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刚定的规矩 我 现如今 也就只有我跟竹梨 没有种常来的同树 至于其他人 你就别再白费功夫了 哎呀 即便没人愿意相信 没人愿意再听 老父王还要继续说下去啊 若是连最后一个人都沉默了 那谎言 他就取代了事实 我便是死 我也无法面对我被祖先啊 你先说 你的话 我信 我信 常来自清秋范夏的歌 他日 我定叫他们复还 终于有点要 继承王位的样子了 哎呀 哎 好了好了 快扶起来 快点 走吧 哦 快走快走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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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药 感觉到了吗 嗯 清秋的空气里 不知为何 有些许黑气 在这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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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们看 这里有花报记后 国主 我先行查探一番 若有消息 再用九一琴弦联系你们 一切小心行事 嗯 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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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先生 颜先生 嗯 嗯 嗯 他们可能是 长篮铜树所造 千万不可信的 嗯 是我呀 燕灰 坏小燕 哎 你看 幻族印记 这 小燕 嗯 嗯 啊 啊 幻族印记 真的是你 啊 颜先生 是我们 对 颜先生 我是陈彦 啊 啊 阿田 阿田 您没事太好了 您还认得出我吗 楚礼 十余年未见 现在长这么大了 天有清秋 老臣言不惑 恭迎大国主 严先生 不必多礼 老臣有罪啊 老夫识人不清 为长篮所利用 助纣为虐 还诬陷了龙主 和燕姑娘 差点 酿成大罪 不求二位宽恕老夫 只求龙主 哎 怜悯清秋 子民无辜 不要怪罪 不必如此 不是你的错 是啊是啊 不怪你 要说过错 这一切 都是承拦的过错 对 把他放出地牢 果然不该 不该啊 这 你们清秋的规矩 从根上就错了 对 这其实 一直都是我们清秋的错 你这个戒指 你是新任的幻皇 嗯 我叫幻小嫣 清秋长蓝 是我的灭族仇人 我是来找他报仇的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先离开 嗯 大家可先随我 到我的幻腰戒指里 走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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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 上次通话过后 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你的消息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不过花围在混乱中被损坏了 我一时难以联系上你 好 你没事就好 我们已经带大国主回来了 宴会生死之事也已经解决了 但我这边的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 灵妃已回到玄门 大肆悬扬长篮以一盒为民 请暗杀之士 视两派和平为无误 玄门各派这次都坐不住了 都与派弟子前往黑河祭节 那郑重长篮下怀 待双方大军抵达黑河两畔 悬崖大战 便一触即发 这如此说来 长篮 蓄意挑起战争 竟是为了释放这黑气之主啊 那他灭我全族 也是为了帮那个福音 不错 板小生已经前去切断他们的联系 我们需尽快赶回青丘王宫 阻止长篮 可如今 大军已前往黑河 大国主 贤哥 可有凤千术的消息 难得啊 你还关心我的安卫啊 玄门情况如何 玄门已联合各门派 齐去黑河 忠师 难免一战啊 贤哥请命 前往黑河指战 你一人之躯 如何抵挡千军万马 放心吧 我们已经商量出对策 我和千朔 会将黑河两畔的甘红竹林烧毁 借此 来拖延开战时日 去吧 是 这一下我们便有时间杀回王宫了 但现在的青丘子民 接中童书 长篮借助福音之力 催动此书 时间越久 青丘子民就会越发危险 我来想办法 试着冲破他的童书 一是为了解救青丘的子民 二为了作儿 我会在这里拖延时间 吸引他的注意 以此牵制他 国主 这长篮 为了今天此局 定是布局了很多年哪 这么多人 被童书控制 你若是在这朝夕之间破除 不要再说了 要做的事情还得做 拜托了 大国主 我是青丘的国主 更是长篮的长兄 再秦再礼 也都应该是我去做 阿爹 我愿在此 为阿爹护法 老夫也要在此 为国主护法 起身 王宫之中 长篮定不会坐以待毙 或早已不下天罗帝王 我们得尽快想出办法 你们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我躲回戒指里 仔细观察过了 我发现 长篮的铜术 与我幻族幻术 乃同宗同源 我想 定是他当年夺取了幻族力量 才修的此术 既然 是幻族力量 那我这幻王 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幻妖戒指 便能治他 只要将这幻族王戒 戴在他的手上 我便可以催动幻族力量 将他的铜术力量 尽数剥夺 可是他这么狡猾 怎么会乖乖地任由你们 把戒指戴在他手上 要我说 就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身 那是 此气烧散了 大灵雪门 报报报报 大灵雪门 国主之术果然有效啊 能够驱逐他们身上的铜术 但这还只是个开始 阿爹的法术必须覆盖整个星球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在这偌大的星球里面 只容得下我们其中一个 他们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护好国主 走 没想到 我也要跟你刀剑香香的一天 把这些人都不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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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会死 就凭我 我现在不是能使用你的赤焰龙牙吗 到时候我假扮天药 从青秋大殿正门攻入 干扰长篮和其他的人 天药假扮我 趁机接近长篮 长篮对我的防备肯定不如天药 到时候天药就可以趁机制服他 听治是很好 但你跟天药这么大两个人 长篮又不傻 怎么会任由你们假扮看不出来 我们这回程的一路上 未遇见其他邪凶 想必白小生已经切断 长篮与福音的联系 长篮并不知道 护心灵已经回到了我的身上 光凭气息 他无法分辨我们二人 再说了 我们这儿不是还有其他 可以使用幻术的人吗 我可以躲在幻腰戒指当中 用幻术遮掩你们的容貌 没错 到时候 我假扮天药干扰长篮 天药戴上无锡目 趁机接近长篮 另有国主在此 干扰长篮的铜术 三管齐下 让他分神 带天药接近长篮 制服长篮的术尖 欢小燕 你 趁机给长篮戴上戒指 启动幻术 七彩幻境无几无鞭 锁 将他的铜术 尽数破除 国主 他们成功了 天地自然 慧气分散 几身眼镜 七彩幻境无几无鞭 他想断闭求生 七彩幻境无几无鞭 三彩幻境无几无鞭 长篮 结束了 长篮白狗 你要杀便杀 随你处置 处置你 不是我的事 三彩幻境无缠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后悔 哪怕我求你十余年 哪怕你求我十余年 若我再有一次机会 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青丘 也不会让你被福音所利用 利用 不 不 我跟福音 可取所需而已 我离开青丘的时候 我并不恨你 也没有恨青丘 但我只是偶尔会想 我们明明是同一个父母 同一个母亲 为什么我却受到如此的对待 我想释怀 我想找到个地方 可以让我的心更加平静 我去了龙谷 我那个时候以为 玲珑会造一个人人和平幸福的桃园 可她太温柔 一心人 才会招来龙谷残火 直到现在 她现在还是如此 哪怕有汉天之力 可她却始终心有牵挂 她这样是成不了大事的 后来天药被封印 我突然领悟到 什么温手 什么良善 是换不来和平的 只有绝对的权力 才能够绝对的臣服 在绝对的臣服下 才有真正的和平 这个世界 才不会有舍一渠 才不会有收我渠你 青丘双生子的规定 早就在我放你离开青丘之前 就已经把它废除 那现在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王宫 是你一出生就唾手可得的王宫 不是 这里是地牢 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这里的每一条缝隙 我全都用我的手指去摸过 对我来说 我生 在此处 王 也在此处 我从来没有打算要取你的性命 那你可以怎么样 从这里放我出去 还是永生永世囚禁我于此 不必了 成蓝 熊长 好 没事的 我们终会在另外一个世界 再次相遇 你保重 成蓝 好 大国主呢 我阿爹去地牢找长蓝去了 我本来想跟去 但我阿爹不让 我阿爹为了拯救青丘子民 破除长蓝铜树 医生的修为都耗尽了 万一 长蓝他做什么 放心吧 不会的 长蓝的所有力量 都已经被我换腰戒指收回来了 他呀 现在做不了什么了 我换腰一族的力量 今天我全都收回来了 我失去的族人 你们终于可以安息了 你们终于可以安息了 凤公子 去网干红竹林的船已经备好 不必去了 国主令 啊 九遥秦贤 是国主玉女 啊 青丘军队全部停止前行 原地扎寨不得为令 是 青丘总算是平息了 希望玄门那边也能如此 竹筏都给你们造好了 为何按兵不动 为何不攻青丘 西风 是你带头为命不从 凌飞师叔 今日青丘有异动 各门派长老皆勒令不乏 我想我们陈兴山 陈兴山我是长老 你不听我的命令 我留你何用 凌飞师叔 此前已经传来消息 青丘异动 此时我们不该贸然跨越黑河 啊 师兄 师兄 长老为何无故伤我师兄 你还知道我是长老 所有人统统给我过河 我看谁敢跨越黑河 跨越黑河一世 事关重大 其他玄门长老见青丘异动 纷纷退兵求和 极不愿再挑起两界战士 凌飞师叔 你但凡有修道者的半分怜悯之心 也断不该在此时 如此一意孤险 你 陈兴山众弟子听令 一个都不许过河 若有异议 接等我师父 灵霄真人回来 再做决断 到时候若有赏罚处置 我子晨 一力承担 是 师兄 都回去吧 你 你们 大师兄 我们也回去吧 凌飞师叔 我知道你在青丘受了些委屈 可两界战士士官重大 舒子晨 无法让陈兴山众弟子 前去帮你 抱此私仇 大师兄 快点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妖族 死无葬身之地 常兰曾对我说 弱肉强食 是这世间的最大规矩 是啊 然而不是 啊 邪不押正 才是这世间最大的规矩 对 邪不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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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禁常兰被抓 国主 重回青丘 乃 天下之大幸啊 对啊 但是 我们也做了错事啊 这龙主和燕姑娘 她们是清白的 之前 是我们误会了她们 这些人 不会再砸我了吧 我们真是错得离谱 大错得错 对了 哎 龙主燕姑娘来了 燕姑娘 燕姑娘 今天 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向龙主和燕姑娘 道歉 不用了不用了 真不用 不用道歉 快起来快起来 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 至于 忘请龙主与燕姑娘原谅 不用不用不用 快起来吧 真的不用 不至于啊 快起来快起来 哎呀 求求你们起来吧 哎呀真的不用跟我道歉 快起来快点 你干嘛呀 好滑呀 哎呀 哎呀 大家快看 燕姑娘脱头了 哎呀 没事 没事 这真脱了 这真脱了 哎呀姑娘 这怎么脱了 退去我们青秋 连头发都脱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牺牲 怎样的精神哪 你快别说了你 让一个女人 脱了头 快走 我们青秋 一定要牢记燕姑娘 燕姑娘脱头的 这份情意啊 没脸见人了 我没有脸带在青秋了 我虽然的看过我的兔头 哎呀 好啦 你闷不闷啊 闷死你了 好啦 你听见了吗 听见 听见什么 青秋的每一缕风 都在清清楚楚地说 我涂了 哎呀 头发掉了怎么会长的 而且就是没小撮 来 我看看我看看 别说 我看看 而且你还有这儿发官呢 你别碰了 风一吹就掉了 这发官就是个障眼法 没用 障眼法 怎么能忘了白小生呢 应该让他给我 试个影子在我头上 这样比什么发官啊 头进都管用 哦 这倒是个好办法 嗯 不过 我们都解决长蓝这么久了 怎么还不见白小生啊 他不会去和福音硬碰硬了吧 啊 不用担心 灵香和白小生的消息呢 我已经派人去探寻 你呀 就不要多想了 不要再像你的头发了啊 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怎么办啊 燕姑娘 哦 福方医师 我没有生病啊 这给我配的什么药啊 不是药 是补品 补品 这里面啊 有黑芝麻和手屋 嵌食连须 最是滋养头发的 我 我喝了 头发什么时候长出来 放心 没有我治不好的医难杂症 掉几根头发而已 又不是丢了性命 嗯 蒲方医师 可是又想起了长岚 这些年 跟在长岚身边 时间最长的就是我了 我没发现他是童书师 也没发现 他竟然做了那么多事 害了那么多人 嗯 幸好 一切还没有到最坏的结果 嗯 陈衣大国主也活着回来了 清秋和玄门也没有打起来 我和天耀 也因为此事 破镜重圆 这是现在最好的事情了 玄瑶是同水火 你和龙主能结成正果 真是令人羡慕 你喜欢的人 莫不会也是陈兴山的人吧 你胡说什么 我没有喜欢的人 紫辰 嗯 紫怜 紫凤 你不要逼我啊 我可以把陈兴山 所有男弟子的名字 都说个遍 好好好 我告诉你 是你们陈兴山的人 他叫 西凤 我知道 要是家的小师弟 是的 哎 大功告成 以后这世间的黑气 便无法再进出福音大殿了 失去这力量的来源 什么黑气之主 哼 便是个龙中鸟而已 哎 好久没见宴会了 该去找找他了 哈 哈 霍音 他怎么可能 哈哈啊 哈哈ways 哈 哈哈 刚才出僧 里地 发现成小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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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